一,现象引入,日常经历,在日常生活中,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起身过猛时,突然眼前一黑,甚至可能伴有头晕目眩的感觉,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无论是从床上起身,从椅子上站起来,还是蹲久了突然站起,都有可能出现,比如早晨醒来,我们可能会因为着急去做某件事,猛的一下从床上坐起, 这时就会感到眼前瞬间发黑,脑袋也有些发运,又或者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后,突然起身去接水,也可能会遭遇同样的情况,再比如蹲在地上整理东西,时间久了,当一下子站起来时,眼前发黑的感觉常常会让人不自觉地伸手去伏旁边的物体,以防止自己摔倒,这种现象不仅在年轻人中常见,老年人也更容易出现, 对于老年人来说,起身过猛导致的眼前发黑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因为他们的身体平衡能力相对较弱,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很容易摔倒受伤,严重时甚至会有生命危险,这样的日常经历往往会引起我们的好奇和担忧,为什么起身过猛会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呢?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健康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现象的成因,二,可能原因分析体位性低血压,体位性低血压是体位改变时引起的血压突然降低的疾病,又称直立性低血压,各年龄段均可出现, 但老人常见,尤其是合并多种疾病虚弱的老人,是老年人晕厥和昏倒的主要原因,当人从我,蹲,坐等体位突然站起时,血压突然降低大于40毫米拱柱,症状持续小于30秒,血压降低导致脑部短时间缺血,从而出现头晕,眼前发黑,黑蒙,短时间意识丧失,晕厥,肢体无力摔倒发生外伤, 起身过猛时,全身血液来不及重新分配,身体姿势的突然改变时的原本适应了较低位置的血液系统未能及时调整,此时心脏需要将血液迸送到更高的位置,但由于调整速度跟不上,导致血压突然下降,对于大脑来说,这种低血压状态时的脑部攻血不足,进而引发头晕,眼黑的症状,体位性低血压可以因神经功能紊乱引起,也可以因降压药物,神经系统疾病, 心血管疾病,营养不良等引起,如有体位性低血压,应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明确原因并按医生要求进行治疗,有体位性低血压的人,从卧,蹲,坐等体位站起时或体位变动时,应缓慢起身,最好扶着或靠着墙壁,扶手,床栏杆等避免摔倒受伤,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对于存在脑动脑周样硬化,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起身过猛容易引起局部脑组织血液供应减少,进而引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这些患者本身的血管可能存在狭窄或硬化的情况,血液循环已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当突然起身时,身体的血液分布发生变化,心脏需要在短时间内调整泵血力度和方向,然而,由于血管的病变,脑部的血液供应无法及时跟上身体的变化,导致局部脑组织血液供应减少,这种血液供应的突然减少会使脑部神经细胞暂时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从而引发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出现头晕,眼黑等症状,良性未知性眩晕, 萌起身时,耳时有可能脱落至半规管,刺激细胞膜引起头晕眼黑以及其他相关症状,良性未知性眩晕的特点是在患者出现头位变化的时候,才会出现眩晕,比如转头,弯腰,床上握起或者翻身的时候等,头晕持续时间很短,一般为数秒钟,不超过一分钟,头晕程度往往比较剧烈,有时候为天旋地转感,有时候为看东西水平晃动感, 有时候为患者起身过程中会轰得一下晕倒,当猛起身时,耳时受到重力等因素的影响,从原本的位置脱落并进入半规管,半规管中的耳时会对半规管当中的细胞膜形成刺激,干扰了正常的平衡感和空间定向感,从而导致头晕眼黑等症状的出现, 这种疾病属于神经内科治疗范畴,建议到相应科室进行诊治,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患者因血红细胞数目减少,大脑处于慢性发氧状态,血红细胞的主要功能是携带氧气并输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大脑, 当血红细胞数目减少时,身体的血氧能力下降,大脑无法得到充足的氧气供应,处于慢性发氧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猛起身会加重发氧症状,起身过猛时,身体的血液循环需要快速调整以适应姿势的变化,但由于贫血患者的血液血氧能力不足,大脑的氧气供应更加无法满足需求,从而出现头晕眼黑,面色苍白等表现,低血糖, 低血糖患者摄入糖分少,脑部神经紊乱影响头部血液循环,导致眼前发黑,头晕,当人体摄入的糖分不足时,血糖水平降低,各组织器官无法得到充足的能量供应,对于脑部来说,低血糖会引起脑部神经紊乱,影响头部的血液循环,在正常情况下,大脑需要持续的血液供应来维持其正常的功能活动,而低血糖状态下,脑部的血液供应受到影响, 导致脑部缺氧,当患者起身过猛时,身体的血液分布进一步发生变化,脑部的血液供应更加不足,从而加重了脑部缺氧的症状,出现眼前发黑,头晕等情况贫血,贫血患者体内血红蛋白低,身体血氧功能下降,大脑缺氧缺血引起头晕目眩等症状,血红蛋白在血液中挤着携带氧气的重要作用, 当体内血红蛋白低时,身体的血氧功能下降,无法为各个器官和组织提供足够的氧气,大脑对氧气的需求非常高,一旦缺氧缺血,就会出现头晕目眩等症状,起身过猛时,贫血患者的身体需要快速调整血液循环, 但由于血氧功能不足,大脑的氧气供应无法满足需求,症状会更加明显,低血压,低血压患者无法供给大脑足够血液,脑部缺血缺氧产生神经功能障碍,出现呕吐,头晕等症状,低血压状态下,心脏的泵血能力较弱,无法将足够的血液输送到大脑,脑部缺血缺氧会导致神经细胞功能异常,产生神经功能障碍,这种情况下,患者会出现呕吐,头晕等症状, 起身过猛时,身体的血液分布变化会进一步加重脑部缺血缺氧的情况,使症状更加严重,三,检查与诊断,就医建议,如果起身过猛眼前发黑的情况频繁出现,一定不能掉以轻心,应尽早就医,这种看似常见的现象背后可能隐藏着多种健康问题,只有通过专业的医学检查,才能明确具体原因,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 平凡出现眼前发黑可能是身体发出的警示信号,意味着身体的某些系统可能出现了一场,比如可能是血压调节机制出现问题,也可能是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或心血管系统存在病变,及早就诊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潜在的疾病,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减少病发症的发生风险,此外,就医还可以让医生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 医生可以通过详细的问诊,体格检查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全面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指导,相关检查。 当出现起身过蒙眼前发黑的情况时,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一系列的检查,以确定病因。 血压测量,体位性低血压是导致眼前发黑的常见原因之一,因此血压测量是必不可少的检查项目。 医生会分别测量患者在卧位,坐位和站立位时的血压,观察血压的变化情况。 如果站立位血压明显低于卧位血压,且收缩压下降大于20毫米拱柱,或舒张压下降大于10毫米拱柱,即可诊断为体位性低血压。 血肠规检查 血肠规检查可以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血液情况,判断是否存在贫血、感染等问题。 对于起身过蒙眼前发黑的患者,血肠规检查可以重点关注血红蛋白、红细胞技术等指标。 如果血红蛋白含量降低,提示可能存在贫血,这也是导致眼前发黑的一个潜在原因。 心脏超声检查 心脏超声检查可以评估心脏的结构和功能。 对于排查心血管疾病引起的眼前发黑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患者存在心脏半膜病变、心肌病变等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的泵血功能,导致脑部攻血不足,从而出现眼前发黑的症状。 除了上述检查项目外,医生还可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建议进行其他检查,如头颅、库尔特、颈部血管超声、动态心电图等。 以全面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明确眼前发黑的具体原因。 四,预防与应对。 日常注意事项。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避免起身过猛时出现眼前发黑的情况,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一定要避免起身过猛,养成慢慢起立的好习惯。 无论是从床上起身,从椅子上站起,还是蹲久了之后站起来,都应该动作缓慢,给身体足够的时间来调整血液循环。 其次,适当增加营养也是很重要的。 保证摄入均衡的饮食,多吃富含蛋白质、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的食物,如蛋类、奶类、瘦肉、动物肝脏、新鲜的蔬菜和瓜果等。 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身体的健康水平、增强体质。 此外,进行有氧运动也对预防起身过猛眼前发黑有积极作用。 例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有氧运动,可以增强心肺功能,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的适应能力,针对不同病因的措施。 低血糖对于低血糖患者来说,首先要保证摄入足够的糖分,避免长时间空腹,可以随身携带一些糖果、饼干等小零食,在出现低血糖症状时及时食用以缓解症状。 同时,要注意合理饮食,保证每餐都有足够的碳水化合物,但白质和脂肪的摄入,避免过度结实。 如果低血糖症状频繁出现,应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调整饮食结构或使用药物治疗。 贫血,如果是贫血引起的起身过猛眼前发黑,需要根据贫血的类型进行相应的治疗。 对于缺铁性贫血患者,可以多吃一些补铁的食物,如动物肝脏、动物血、瘦肉、蛋类、奶类等。 同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补铁药物,如琥珀酸鸭铁片、硫酸鸭铁片等。 对于其他类型的贫血,也应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如补充维生素B12、液酸等。 低血压,低血压患者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可以适当增加盐分的摄入,但要注意避免过量。 同时,要避免突然改变体位,尤其是从卧位或蹲位突然站起。 如果低血压症状严重,应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药物治疗,如盐酸被他撕听片、盐酸腐、桂立琴、胶囊等。 体位性低血压,由体位性低血压的人,从我、蹲、坐等体位站起时或体位变动时,应缓慢起身,最好扶着或靠着墙壁、扶手、床栏杆等,避免摔倒受伤。 同时,要注意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避免脱水。 如果体位性低血压症状严重,应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如使用米多菌、曲细多巴等药物。 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对于存在脑动脉周样硬化、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患者,要积极治疗基础疾病,控制血压、血脂、血糖等指标。 同时,要注意避免起身过猛,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如戒烟现酒、适当运动、合力饮食等。 如果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症状,应及时就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治疗。 如使用福贵力琴,被它撕听等药物改善血液循环。 良性未知性眩晕,如果是良性未知性眩晕引起的起身过猛眼前发黑,应及时到神经内科进行诊治。 医生可能会采用手法复卫等方法来治疗二十症,缓解症状。 同时,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避免头部剧烈运动,尤其是突然转头,弯腰等动作。 缺铁性贫血和贫血,除了上述针对贫血的治疗措施外,患者还可以适当进行体育锻炼,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造血功能。 同时,要注意定期复查血常规,了解贫血的治疗情况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5.总结,重要性强调。 起身过猛眼前发黑虽然在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但我们绝不能忽视其潜在的健康风险。 这种现象可能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警示信号,提醒我们身体的某些系统可能出现了问题。 无论是体位性低血压,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良性未知性眩晕,还是缺铁性贫血,低血糖,贫血,低血压等原因引起的眼前发黑,都可能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 如果不及时检查和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病情进一步恶化,增加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对于频繁出现起身过猛眼前发黑的人来说,即是就医是至关重要的。 专业的医学检查可以明确具体原因,医生可以根据检查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和预防措施。 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注意避免起身过猛,适当增加营养,进行有氧运动,针对不同的病因采取相应的措施, 以降低眼前发黑的发生频率,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